中国南篮大胜中国香港原因浮出水面 不是教练也不是战术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要把赵继伟再捧了 蒙古队和香港队都不是强队 更没有对赵继伟专门的防守 赵继伟无进攻无防守无灵性 与强队和强防守的球队绝对拉胯的 我们的球员还不够拼 打队抗时很乱 王哲林投篮不准 抢个篮板还行 张震霖赵继伟要是世界杯早这样打早赢了 三分鱼怎么投怎么进 中国南篮最大的问题是对抗性不足 一旦碰上上身体的球队就动作变形 各种失误各种投篮不进 现在很危险了 到了正赛这样的布阵这样的用源 估计想赢有点全了 赵继伟献给多少希望 今后对强队就有多少失望 赵继伟仅是有点速度 但缺点是处理球不及时 失误多突破无效 持球运球时间长 投命中率 于家豪并不比王哲林好多少 空有身高 篮下技术是真的粗糙 而且速度还慢 于家豪要是打和南篮差不多水平的球队 基本是被对面后卫点击 追着打的首要攻击点 打强队拿下90加差不多 亚运会香港南篮差不多最差的 没什么好开心的 中国南篮想站在最高国旗下 必须要付出很多很多 努力拼搏才有收获 我个人觉得中国南篮必须要重新洗牌 挑选年龄人最好选择 高中低球员必须要 教练会安排球员对抗 希望篮鞋帮中国南篮争取到中上等球员吧 虽然貌似赢很多分 但当前这个国家队进攻没套路 防守无体系 全凭个人单打独斗发挥 尤其是投篮 拔篮失准 比业余队还业余 不知道这教练平时怎么练 赵继伟出任队长的这支南篮队伍 看不到半点希望 中国篮球本来就不行 外国教练也要慢慢适应 不可能一下子就提高 赵继伟身体太吃亏了 也就在这些比赛中看看的了 强度一大 这缺陷就暴露无一 短板太明显的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